台东马街医院日前特别邀请 第一届电视歌唱大赛舞灯奖得主 温玫瑰牧师 举办了从舞灯奖到传道路见证的分享会 除了带来一系列的诗歌之外 也演唱了当年的成名曲《美丽的故乡》 并为现场的病患来祷告 希望大家和他一起活出美好 高亢轻量的歌声令人陶醉 50年代来自花联教会的传道人温玫瑰 参加了当红的电视歌唱大赛舞灯奖 一举拿下五渡五关的最高荣誉 日前他来到台东马街医院举行分享会 呈现当年的成名曲《美丽的故乡》 内心真的感受很深 因为他的唱歌让我感动 我觉得我的本来有惧怕 没信心 听他的歌以后 又现在的助导 让我全然的依靠上帝 有他真好 谢谢都不害怕了 上帝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 要向他学习 始祖的信心 帮助更多的人 温牧师也为现场愁苦的病患祷告 希望带给大家安慰及平安 我的心情真是 我也希望他们跟我一样 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 曾经有过四次萌生 自杀念头的温玫瑰 一路走来的生命历程 感动了在场许多人 也激励了深受病痛之苦的病友们 与他一起活出美好 记者夏家会台东市报道